迪谋作者关注杨子谭剑刺 近日有网友注意到迪谋的作者面北眉南关注了杨子和谭剑刺 于是不少网友猜测 不会是两人将二大出演这部作品吧 迪谋真的是个好饼 原著写的特好 北眉南最完整的一个作品 感觉故事体系还挺大的 所以说是一个绝对捧花的饼 宅斗踏不滚了 配角也挺好的 好好拍 如果能伤心的话 稳赢 这种播放量基本都不差 迪谋这是一部女主重生的窄斗题材作品 看上去故事也很新颖前世遭受的苦难 让人摇旗明白 所谓知青血脉 不过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 他们高举名为亲情的武器 害死他的父母清田 毁掉他的幸福 让他抱憾终身 重生归来 前世受过的所有苦难 都化作了精神自保的金库壁垒 他亲近谋略 只想保父母晚年安康 为亲姐密的良缘 却不想 这世上竟也有那么一个人 让他明白 何为入骨相思 何为两情相悦 低谋作者关注杨子谈剑刺 两家粉丝都在解释 只是作者喜欢二位明星 两位艺人喜欢作者而已 有网友表示很离谱 去年成相思刚杀青没几天 就火速给他散了十来个饼 杨子全自动被骂 还带动了好几亿的讨论度 今年这个199i 好歹还正在拍摄中 人还没杀青呢 又给他火速安排这么多个大饼 哆啦A梦害怕 知道他热度高 且看国民度太大 也不用这么提前可见 后吧 杨子的命也是命 其实优秀的IP影视化 能为IP打来新的活力 比如姊妹的香蜜 清热等 哪个作者不希望自己的作品 在影视化时能预见尊重 爱护纸片链和杰斯的演员 有能力演绎好的演员 这也是很多作者都喜欢的杨子圆罢了 优秀演员的影响力 确实足以用来热饼 恶意的炒作也有可能把饼热壶 过犹不及 早几年锦绣未央的时候 就觉得狄谋这种可以多拍拍 结果一股脑笨先下去了 你看知否跟谭松印那个宅斗多吸气粉 长相思里面就特别喜欢妖精在木西岩那部分 还有倾向各种聚集部分 无论是不是网传 DMO这种大IP肯定要有点演技的花 表演要有层次 而且基本要能抗拒 感觉九龄花比较合适 九五目测还没有这个层次 演技又能抗拒的 我自感觉杨子 白鲁 赵丽颖 这把都还可以 DMO影视化 之前提过的那个要开的宅斗大 IP就是他 剧本是援助作者亲自在带 据说很扎实 演员和导演都在谈了一线 平台好像还没定 真正适合的搭配 莫过于杨子跟罗云西 简直不要太可 当然姊妹搭档谈尖字也还不错 再次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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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感谢观看